星期五有鬼 作者 七奇 颇奖 神秘 懒人听书 荣誉出品 第五十六集 回到宾馆 僧伟南的办公室 我坐在沙发上 感觉身上没劲 跟李玲说了整个过程 李玲听到那玩意儿自称显明老爷的时候 眉头跳了一下 听到从曾伟南的身躯中是冒出个妖人 叫上我的身 眉头就皱得更加紧了 当听到那玩意儿说张六的是虎身人面的怪物 李玲突然就笑了 让我好好打坐 恢复一下 我是真觉累啊 盘膝打坐 照着神潇玉坛听书上面 交的呼吸吐纳 张六六在我身边照看着 李玲却开始 在曾伟南的几间屋子转了起来 我一心打坐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感觉身上的惊奇神恢复得差不多了 睁开眼就见李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手中拿着个满是红绿的身像 见我睁开眼睛 李玲沉声说 我知道曾伟南身上那是个什么玩意儿的 什么玩意儿 我急忙问道 武通神 武通神 对于这个武通神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武通神又称武郎神 是横行乡野 因人妻女的妖鬼 因尊世奸恶 又称之武昌臣 来历复杂 一个说是指唐时候柳州之鬼 一个说是朱元璋 既定战王者 以武人为义武 一说为元明时期 那骚扰江南 烧杀的这个窝口 总之啊 武通神为一群作恶的野鬼 人们既知 是为免获得福 福来生财 所以当作财臣既知 武通神以偶像形式呢 在江南往寿四季 武通神一直是南方的邪神 自古就有北湖南武通之说 意思是通常北方常有胡仙之位作祟 而南方则常是武通神 我们所在这个城市呢 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城市 武通神怎么会现身呢 而且武通神早就绝迹了 清朝的时候就被这个朝廷禁了 哎不对 我突然想起曾伟南被催眠时说过那段话 难不成 难不成 难不成什么我也没想明白 我灵灵拿着手上的神像递到我面前说 你看底座 是不是被刀砍了一样 我眯着眼睛仔细的去看他手中神像 人身古装却长了五个头 神像也不知道是何人做的 栩栩如生 尤其那脖子上面的五颗人头 形象各异表情不同 其中一个跟上了这个僧伟南身后 变成人脸一模一样 当中还有个 要跟我上身那个妖人一个模样 这下清楚了 龙腾山庄内的这个灵异事件 是五通神搞出来的 难道是曾伟南供奉五通神 他惹出来的祸事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过去江南一代 五通神很多时候 是被当作财神供奉啊 五通神既可祸福于人 亦能够预测凶极 积散钱财 明清时候 许多盐商家里供奉就是五通神 不过供奉五通神 要比供奉一般的神灵 要麻烦得多 要用肉食供奉 定下契约 更邪恶的是 古时候很多人向五通神借阴债 据说 只要从无贤老爷那儿借到阴债 就可以财运恒通 家道兴旺 借阴债 也是有一套程序的 一名巫婆 分箱扣身笔 有两名巫婆挟持着 急持下山 名叫跑马 指山下点燃灯烛处 巫婆 哈起一身 眼皮一翻 不作颠绝 五通老爷上身了 于是四阿婆呀 慢骂 吞噬燃尸的蜡烛 显示神威 一广为照来 妙张 借借债人 那是四地供奉着相熟 钱粮元宝 或贡品 上帝顶礼膜拜 莫倒 师娘在旁开条件 要求接受 然后呢 借户取下宫桌上的四只银制小元宝 带回家中放在家堂内 隔几天一看 若不走样 则已蒙借得 若是发现元宝已经是别掉了 说明是没借到 或者采用求钱法 求得上签 中签者表示已借到 得下签者则借而未得 借临债之后 每月初一 月晚倒在家的坟香烧纸 每年的八月十七日 还必须去烧香解钱粮 以此还本复兮 上本人死了 子孙呢 还需继续还债清偿 我突然想起那老独子 跟我那套词说那话呀 我孵在这个小子身上 便是阎王老子来了 也说不出我什么来 曾伟男 管武通神借了阴债吗 如果不是曾伟男借了阴债 家里怎么会有武通神的身相 武通神干嘛传上他 反正跟曾伟男是夺不了关系 我琢磨着跟李玲说这个想法 李玲看了一眼爱琳娜 嘴角露出那种嘲讽的笑容 我特讨厌他这样 阿姨大老爷们 没事撇什么嘴角啊 你还能够撇成菊花吗 浪总 你觉得曾伟男这样的家事 就是只要请邪神嘛 别忘了 武通神是早就绝技的邪神 你不都只是知道一点 他能知道吗 说完又看立爱琳娜 我立刻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爱琳娜和曾伟男 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从小就认识 不用说都只条件老好的 上贵族学校那些人 这些人眼界都是老高了 以精英自据 压根又不相信神神鬼鬼的事 也接触不到 更不要说早就绝技了的武通神 即因在这种学乎事 可曾伟男被催眠的时候 说看到了自己从湖水里 捞出那神像是怎么回事 而且神像可就在他家呀 要说没有点关系 那也不可能 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脑子还是不够使啊 沉默了会儿 我看着黎玲手中神像说 小哥 既然找到武通神的神像了 也就找到了祸乱的根源 是不是疯了神像就没事了 黎玲悠然的伸出手指 弹了一下神像 发出清脆的当的一声响 说 武通神上了曾伟男的身 就剩下了空壳子 疯了也不起作用 砸的 瘦了 我看见玩意闹心 神像实在是做得十分逼真 五个人头朝着五个方向 面容阴邪 栩栩如生 看着就让人十分的不舒服呀 黎玲摇摇头 神像是封印武通神的关键 或者神像 曾伟男身上的武通神就被地方聚了 只要把曾伟男身上这个武通神 逼回这神像里面 才能够封印呢 黎玲这么说肯定有大道理 我突然想到一个关键 就问 小哥 武通神附身在曾伟男身上 也就是说他身上有五个邪神呢 黎玲沉默着点点头 我却愣了一下 邪物上身 要说驱赶也好驱赶 红筷子 夹中指 俘虏做法 都能赶早附在人身上的邪物 可曾伟男身上那武通神却不一般 乃是邪神 虽说是邪神 也是在江南被祭祀的千百年的邪神 比一般的恶鬼厉害多了 而且还有五个 该怎么逼出去 想到这儿 我就头疼了 驱赶上身的恶鬼 就不那么容易 得尽身制服了 才能进行驱赶 掰中指 也只能是用一次 要是连掰五次 手指头还不掰断 何况 管不管用还不知道呢 曾伟男上身这五个邪神 鼓动的办法够呛 那就需要做法服录 消耗惊喜神 可赶走一个 还有一个 再赶走一个 还有一个 连赶五个累也累死了 小哥 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下子能够震慑住这五通神 李玲摇头 被人祭死了千百年的邪神 神痛很大 能够借阴债给百姓 可想而知 哎 不对 如果五通神早就现身 不该只有这点本事 被溜了这个 这个的神们都没说 继续道 三五全的就给收拾了 这不科学 我靠 五通邪神都整出来了 你还给我讲科学呢 我真是被李玲打败了 忍不住翻了碗眼 今天李玲举起神像 用鼻子闻了闻 有摸了摸神像 突然说 五通神刚被放出来 没多久 之前一定是压制住的 否则不会如此不激 什么意思 你说详细点行吗 我急忙问道 李玲举着神像说 神像上面有土星期 身上的铜销也厚 正名刚出了五 怪不得曾伟男 百一天还能恢复神志 要是我预料的不错 神像出现的时间 不会超过半个月 艾琳娜突然到 没错 神圣就是半个月 前开始出现怪事的 可曾伟男并没有收集古董习惯呢 他收集都是艺术品 而且只对西方艺术品感兴趣 不能收藏这么一件看上去 稀稀古怪的神像啊 我已经完全糊涂了 根本没办法去把这些线索集中到一起 事情显得是越来越复杂 想了又想 突然就明白了 我们不是来探索的 也不是写悬小说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解决着曾伟男被武东神上身这件事情 再拍摄下来 至于背后有什么猫腻 能知道最好 不能知道也没什么 总之解决事情才是唯一的解脱之道 我忍不住开口说 你们俩别瞎琢磨了 越琢磨脑子越乱 这些前前后后的为什么 以后有时间呢 去想啊 现在要紧的是找到曾伟男 驱赶出他身上的武通神 小哥 找到曾伟男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他就在山庄里 可问题是找到后怎么办 怎么才能一下子制服他 驱赶出他身上的武通神封禁柱啊 有什么好玩儿没有 黎玲深吸了口气 浪总说的对 必须要尽快地找到曾伟男 武通神在这身上待得越久 神通恢复的就越多 不要说恢复全部神通了 哪怕恢复一半神通 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制服了武通神了 黎玲说的很严重 我却有些不服气 武通神那么牛逼 还是不是被那清朝官员 一刀给劈了 哎 你说那清朝官员是不是有道行 他使了什么门法 咱们能不能用 黎玲露出了那嘲讽的笑容说 嗯 这武通神的是汤滨 甚至康熙年间的名臣 当年江苏山东一带到时候都是武通神庙 各种女巫庙 借助神庙大肆扰民 人民不堪其苦 康熙年间 唐文正公认扬州道 下令火烧境内的所有武通神寺 唐文正武通神是因为身上戴着圣旨呢 康熙在位 江山稳固 蒸蒸日上 有国招气象在 加上苍滨修身 齐家治国 理学大家 养的是浩然正气 连上苍呢都敢骂 就算是武通神都抵挡不住 被他一刀斩乱 怎么是能有汤滨的能力 黎灵说的我一愣一愣呢 呀从小跟着阴阳先生长大 连小区都没上 还知道这些事 连哥们都不知道好不好 实在忍不住就问了 你懂得还挺多 你咋知道那么多呢 我手机试三计 黎灵没头没脑的回我一句 啥意思 我傻乎乎问了一句 能上网查的呗 曾温南被催眠说 他看到了清朝官员 还有五险灵顺庙 我就上网查了查 邓总 左洞的脑子没坏处 你老不用时间长了 就跟那豆腐脑似的 我被他噎得直翻白眼 竟然无话可说 艾琳娜进我被黎灵噎得说不上话 扑直笑书声来了 我这叫一尴尬 拿出手机来搜索一下 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事 而且汤斌 汤大人也真是个人物 生活简朴 唯实人所称 汤斌任之期间 鱼肉浑腥皆不入雅鼠 每日只买三块豆腐 做菜摇 人称豆腐汤 他的一生公顺 所到之处体虚民难 毕绝风轻 正气悔然 被朝廷啊 是尊为理学名臣 汤斌的主要政绩在康熙朝 官制内阁爵士 江宁巡抚 礼部尚书等 汤斌回官一生 除著书 历说 发展理学学说外 有一年多的精力 都集中到了 合物和操运的理智上 为百姓减轻负担 赈灾救失 使心力出害 从而始终功身 实践儒家的 修身 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的 民本思想 哎呀 看完手机上的资料 我就呲牙了 汤斌就算是明臣 也是一普通人的 不是三头六臂 他能干的事情 咱们几个就干不了 哎 咳咄不吹啊 打小就正直善良 身上最不缺的 就是浩然正气 我正吹的嗨皮呢 离灵一等眼 你再吹 等找到了曾伟男 你就一个人动手吧 反正一身的浩然正气 我黑黑一笑问 哎 哎 就算我不成 咱们都不成 除了浩然正气 能够置我通神 别的气不行 离灵指指我 你压一身傻气 又指指张溜溜 她一身愣气 再指指艾琳娜 这位一身傲气 我指指离灵 你压一身邪气 好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 咱们几个都不成 可既然杨斌能行 咱们也得找一个 一身浩然正气 当个官的 直接来受这五通神 不就行了吗 离灵叹了口气 现在当官的 是和修身 齐家 治国 身上还有浩然正气吗 还不如啊 你那一身傻气呢 我一琢磨 也对 何况咱一个小市民 也不认识 在达官显贵啊 刚要跟李灵商量一下 该用什么服录 何时 突然 我怀中的黄脯 微微发热 这种情况 以前从来没发生过 我急忙伸手 去摸黄脯 黄脯竟然 微微冒着热气 紧接着屋子里的 顶灯开始 猛烈闪烁 吃吃拉拉 十分惊人 与此同时 我感觉身后的 寒气 铺天盖地的 涌了过来 李灵突然脸色大变 猛的站起来 对我们三个就喊 不好 外面来一个更猛的 李灵话一出口 我是悚然一惊 五神通已经够邪乎了 他口中更猛的是 个什么东西啊 忍不住回头看 这瞬间 满屋子灯泡 噼里啪啦 全部瞬间爆裂 啊 嘀声啊 艾琳娜尖叫起来 夹杂儿 零零的咒语声 武汉天地 咒毒杀鬼方 咒金金自消 咒木木自辙 咒水水自结 咒火火自灭 咒山身自崩 咒石石自裂 咒身身自树 咒鬼鬼自杀 咒岛岛自断 咒庸庸自绝 咒毒毒自散 咒族所自灭 这个咒叫做禁咒 是一种以人体 真气配合着 俘虏禁制鬼神的 强制性的这个咒语 念出这样的咒语 说明我们遇到了 很强大的奇恶之物 我急忙从沙发上起来 站在安琳娜的身边 伸手去逃怀中的黄服 手一碰到黄服 就感觉有点烫啊 拽出来已经是 不再是完整的黄服了 而是一流火光 黄服 没等施展念咒 竟然自然了 实在是毫无想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